主持人 您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乐融 今儿要访问是绿光剧团的世界剧场 阿月 带云 大家好 我是导演 临费 大家好 我是音乐设计王希文 我是绿光剧团团长 也是这次的演员 罗北安 三位好 嗨 有两位是第一次来做客 对不对 是 新闻也来过 过来过来过 只有 今天只有我一位 只有定性人 对 好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世界剧场 其实是一个系列 由团长先来介绍一下 绿光剧团其实有很多系列 基本上都是原创的 从早期的歌舞剧 到快吃人口的 人间条件 12345 这些都原创的 后来我们有觉得说 让台湾要走出去 必须要世界走进来 我们就把我们听到看过 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好的剧本 我们就拿了翻译成中文 然后演戏给台湾的观众看 所以从2003年到现在 2014有13出戏 等于一出 我觉得一年一档就对了 对 几乎一年一档 这里面有从非常早期的戏 一直演到好像比较新的戏 对 我们从最老的 大概John Steinbeckern 那个人暑之间 Op Mice and Man 这我看过 对对 那一出戏是最老 1929年吧 还是三几年的戏 那到这一出 八月在我家的话 就是2008年 海鸥是没有演过 没有 没有 Cherkov 最好少碰的 真的 海鸥我还蛮想看到的 真的吗 是是是 所以在这么多里面 其实定谦有参与过吗 是 其实这算是我世界剧场第三部导演作品 第三部作品 之前有第一出跟绿光合作的叫做出口 Rabbit Hall 然后也是一个算是蛮新的一个剧本 然后后来被好爱乌拿去改电影 尼可基曼主演的 然后第二部叫做 文明的野蛮人 是 也被拿去改电影 是波兰斯基导演的 那时候那一出戏 北安老师也是里头的演员 了解 那这一出八月在我家 诶 也被拿去改电影 而且时间还相当的接近 对 其实算是最接近的一次吧 好莱坞圈也拍的 是 对 因为其实后来 而且戏目前还在演 我的电影 电影还在上演 因为后来看到蛮多很好的剧本 好像其实发现 诶 好莱坞的电影的发行商 或是那些创作者 他们也很喜欢 这样子的一个剧本 所以诶 其实我们很早就看到了 两年多前就看到 两年多前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舞台剧的剧本 那08年就在百老汇演出了 对 那时候就很喜欢 那一直到今年才有机会 把他这样大型的制作 搬上台湾的舞台 是 我觉得这刚好也是一波热潮 因为程龙只看过电影 那这个电影说实在是一个 我也写了一篇影评 我觉得是个蛮惊悚的 一个家庭伦理 崩解又和解的戏 是 那我想问一下说 其实定天是你的idea 要做这个戏 还是谁 因为我知道这个戏是 你跟你父亲嘛 对我们两个一起联手导演 对 所以到底是谁先决定要演技术系 其实绿光剧团一直都有一个 委员会 有几位老师 就是我们每年会看剧本 所以是联合决策的 对对 因为大家就会拿 其实说委员会有点太 太严肃了一点点 其实大家就是像是 读书会啦 谁看到一个好剧本 然后就互相pass一下 就说我看到一个什么 我觉得很不错 那这个本子 我记得在 就是在08-09年 大家就已经看到 因为那时候 白老慧的那时候就说 哇这部戏非常好 风品非常的好 大家就看 那时候就一直很想做 所以其实每年都是靠大家的一些 算是脑力激荡 集思广益 对 然后最后再做出一个决定 这样 西文有看过这个戏 有我在念书的时候 刚好看到白老慧的版本 哇 对 所以定天那个时候跟我讲说 要这个戏 我就很很惊讶 就说哇 居然要做中文版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做他的创作 嗯哼 你那时候看的感觉 感觉就是很精熟 就是他舞台 演员的张力很强 因为他的表演 跟整个节奏非常 非常巨大 然后印象是没有什么音乐 所以就知道 所以你才接的 对 所以我才接的 其实是一个蛮play的play 就对了 很写实的一个play 你当初你记得没有太多配音乐 就这样 在他们吵架的过程中 对 然后 只有转场有音乐 好像也没有 完全没有音响 然后舞台很厉害 然后演员每个都超强 那个时候印象是这样 所以你都听得懂哦 你英文很好 七成六成 了解 那北安 我没有看过 你没看过原 你就直接读文本 对 直接读文本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棒 然后就投票投票 本来还觉得人数太多 我们有十三个角色 你怕太多 对太多 因为 这样成本比较高 对非常 团长优先想到这件事情 还是要考虑一下 你看 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 对 对 音乐先想到 音乐要做的空多不多 对 我觉得 剧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每个角色都有戏 那个 你知道演员就是在 找好的剧本 然后找 求表现 对 然后好的production team 对啊 对啊 就是一直在找这个 所以我们当初 考虑其实有考虑 然后又退回来 考虑又退回来 到最后 最后投票好多次 他说我们就决定做了 可是北安 其实 人间系列也很多演员啊 对 对我们当初 世界剧场是比较小小座 向来都是这样 除了人数之间 有九个还十个角色 其他都是两个人三个人 因为我刚好只看坏人数之间 所以我印象中 世界剧场 你们也还是有比较 对 就是这两出啦 八月在我家 和人数之间人比较多 大部分规模都是 对 二到五个人 其实可能要从场次来 回推制作成本就对了 对 是这个经营方法 对 所以这次场次有比较多吗 算是蛮多的 在台北中 总共有12场的演出 12场 中南部 中南部 目前在台中高雄是各两场 各两场 所以这算比较大型的 世界剧场 算是蛮大的 以前 世界剧场中常不过 左水溪了 啊 因为他比较小众 这样就好 很政治 但中南部也有小众啊 对 他们 可是还是不服 对 去的话会陪 会陪啦 但是有很奇怪 我到中南部去 不管是演戏或演讲 常常有那个 人看过 他说到台北来看 我说真是感恩 了解了解了解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这一出戏因为 真的是比较 比较大 而且我觉得 也因为这次的题材吧 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大家庭 没错 那从 甚至我们 我觉得台湾社会也蛮适合的 对 其实这个剧本当 世界剧场一直在挑 就希望说 这个剧本不要理台湾的社会啊 或是一些 就是比如说 不要扯到美国的宗教啊 或是一些 种族之间的 那种比较美国的在地化的东西 那 这个剧本又很特别 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家庭的崩解 那这个东西其实 不管在美国 在世界各地都会遇到 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就觉得说 这个主题真的很适合 台湾人看一定懂 了解 因为如果我们八点党 都看得那么开心的话 我们真的会 这个其实说真的 他真的很精彩 他内容其实有时候真的 会觉得说 天哪 一个家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真的发生 当然说在比较戏剧性 可是其实里面每一个单一的情节线 在世界各地 我觉得都会发生 尤其是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因为说实在 也受这种我们说是 范儒家的影响 其实对于亲情 有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义务 很多的要求 很多的规范 很多的典章制度 所以相对对于个人 个体性 有时候产生了比较多的 各种的摩擦 与压抑 对你这样讲 其实客气了 在中华里面 文化底下 这是亲家狗杂 那个家庭 或者是社会的舆论压力 更大了 对 其实不要说那些比较 耸动的 什么那种 韩剧也会有的 这种悲婚生词或什么 其实光是以手足之间 这出戏其实就有讲到 三个女儿 现在还是三个女儿吧 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之间的这种事情 其实光连我身边朋友都有人 对 或者是那种没有出嫁的 他觉得为什么我要承担 比较多的家庭义务 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也是有点 也不要说怒 可是至少是敢 就是怨在心中 但其实也不敢随便说出 其实有很多的不平衡 是啊 非常多的 家里几个子女 你独生子你不知道 那家里有几个 他独生子 西文呢 我一个妹妹 你有妹妹 那家里有几个姐妹的 或者兄弟的 谁应该做什么事 谁付出比较多 对 之间就像八月在我家这出戏一样 那个一个是结婚了 出去了 一个是没有结婚 在家里照顾爸爸妈妈 一个是现在面临失婚 一个失婚的状态 对 另外就是小妹 就是已经搞不好 18岁就已经出去晃了 就所以家里面是非常 不平衡的状态 那我们讲说这出戏 其实文化可能不通 但是人性是通的 所以这出戏当初 吴建森导演就决定 把它改编成 台湾的背景 所以那个变得更贴近我们 那比如说那个妈妈 就没历史推服这个角色好了 他在电影中 就当然是比较有长期用药 对 那这个你们的改编 没有动啊 他也还是一个用药成瘾的 对 其实这种说真的 用药成瘾的 或是药乱用 其实还蛮多的 真的吗 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那他是有原因的 对他是有原因 他是一开始他是因为 这个妈妈她有口腔癌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 譬如说止痛剂 症经级 然后他里面有说到一段台词 就是女儿们在讨论妈妈的状况 所以就说 妈妈每次就回去跟医生拿药 然后就跟医生说 你要多开我一点 我前面那包不见了 然后你再多开 台湾也会这样子 这样欺负健保 对对对 然后后来 拿了鸭腿的胃药 跟各种药放在家里 我说医生知道没办法 就反而被病患勒索的那种感觉 那有点有趣啦 就是 可是这个状况 其实在台湾 一讲大家其实也是 多多少少不知道 不过说真的 台湾人其实是 当然有时候像外国人 他们的酒饮更大 是 而且是比较普遍性的 就是 那在这个剧中 有呈现吗 其实 对于里头的角色的 除了名字啦 或是一些地 就是地理上的东西 我们做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是 譬如西洋人 他们在家里头 互称 还是称名字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全部改掉 哎姐 哎妈 哎依障 还有什么 依障啊 对对对 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称谓啦 这在台湾 当然 这是一定要在地化的 对 那至于每个角色的那个个性 其实我觉得没有改变太多 所以名字有换吗 名字换 有换中文的名字 对换名字 静芬啊 静美啦 三个姐妹就是 静芬静美静安 以前你们有些戏会直接叫 罗伯特 对对对 罗伯特 没有 Robert 好我们来介绍一些主要演员好了 那个爸爸是谁 爸爸就是受不了 对我们不能破梗 因为有些人也没看电影嘛 对 爸爸就是那个酗酒的爸爸 后来搞失踪 是是是谁 就是我们这次 另外一位导演吴念珍先生 也就是 也就是他导演 也就是您的父亲 对对对 你想要遮掩那个 没有没有 刚刚不是就破梗了 你有 你要撇心这个文二代的那个吗 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可以导演他 哈哈哈 他也是联合导演好不好 对 可是他在台上演 他的戏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导 所以就我导他 他那个 那个 其实别人认为他有点疯疯癫癫的 甚至很 很很使唤人的 那个妈妈是谁 王娟 哦 王娟演那个 有那个 吃药成瘾的 妈妈 其实很辛苦啦 大家觉得他好像有点欺负别人 可是说在他也是一个 他其实也是 他也是个受害者 对他其实 这里面没有 没有坏人 没有真的坏人 没有真的坏人 都是 每个人都有他的 对他的痛苦 对 可是说真的 也有人说一句话说什么烦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你们同意吗 西文 我觉得这个这个戏 其实蛮像你讲 就是说他其实每个人都有 都有可怜的地方 也都有可恨的地方 因为其实还是有的人会伤 他伤 他伤了别人 他如果自苦就算了 这个这个slogan还不错 可怜之处 可恨之处 然后姚坤军演的是大女儿 大女儿是姚老师姚坤军演 二女儿是范瑞军 范瑞军 对 三女儿是周又廷 他就演那个比较 比较小妹嘛 家里排行最小的 好像总是 就是比较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一点 因为好像责任都不会落到 最小的那个身上 所以他 他这次的个性 跟他之前 电视上演出还蛮不一样 有点天真 然后有一点点就是 爸爸就出事之后 全部人回家 然后他好像有点 没有在状况内 但我们后来才知道说 哇其实每个人他也 从小到大 他们都有他成长过程 内心的委屈 或是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 以前都抢着要怎么样 但现在好像要我也做什么 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的一些不满 就是可怜又可恨 是是是 那常浩呢 刘长浩先生 他演什么 刘长浩演的是周又廷的未婚夫 哦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比较 有点画画公子吗 是是是 对对对 这让他赚到了 对对对 以利说他本来不具备这个 哈哈哈哈 这个特质吗 没有 戏里面还有周又廷是他的婚妻 哦 然后又爬了一个 哎 写更小的 对对对 那梁振群先生 他演我的儿子 就是王娟的妹妹 我知道就是那个电影中有点傻气 对对对 对对对 他可以吗 哦可以啊 他很傻 不是啊 他很帅好不好 因为你生出来你一定会参与到这些 从小就开始吸收到这些父母亲之间啊 手足之间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其实蛮开心的 是大家在一开始在读本 就是第一次我们应该说第一次顺走的时候 他里头有讲最精彩的戏就是 全部人在餐厅 在餐桌这样子 然后你一言我一语 那在电影里头可能没有办法呈现的是 原本的舞台剧 它是一栋房子 像是被切开一样 那里头每一个房间都各自有事情 就里头有人在门外讲话 有人在二楼讲话 有人在餐厅讲话 有人在厨房讲话 所以并不是一个桌子上的 一开始是各自发生的 然后一直到那个家里的帮佣说 哦吃饭了 全部人才集合 那很生活化的一个事情 那你就发现说哇 可是各自在讲各自的事情 然后却又聚集到这个餐桌上 然后那一场戏才 其实在正式开始 就是哇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 然后妈妈进来了 把整个气氛搞冷了 然后大家又是要试图要 像仪仗又试图要把整个气氛拉起来 真的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起来 你试图想搞笑啦 对 舞台上看起来的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它就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 而且舞台上照你的说法 它有个预备拍 它在整个针锋箱之前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些讲话 而且其实贝蒂讲的话可能不太一样是吗 是 习惟 而且它其实它就是它不像电影是透过剪接的行 它是同时在各地发生的 然后那整个东西 整个听觉是成为一个 因为不见得每个都听得到 但它整体会制造一个气氛 让你感受到那个 很乱 风雨 这个加厉 风雨欲来之情的那种 而且在舞台同一时间有三个地方在讲话 那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就对了 对对对 这个在电影没办法呈现 这三个地方各讲各的 然后观众也可能 也就是 你觉得要找焦点 对对自己找焦点 那个非常过瘾的 了解 那个非常非常过瘾 那个电影没办法 这支舞台设计者 李柏林 他是台大戏剧系毕业之后 后来去国外念书 然后后来最近有跟蛮多台湾的剧场合作 是 对 好 结果虽然这支戏没什么配乐 还是要让我先生讲一下 台湾版你应该还是有发挥吧 我觉得这个戏的配乐会跟某些舞台区比较不一样 就他比较不是就是什么情绪 什么开心就温暖什么悲伤什么的 他比较是一个中性的叙事者 在场次之间去建立一个氛围 他不是看如说故事的情绪配乐 OK 对 所以并不是突然激动的时候就这样 这样子 那就变成电影就变八点档 对 我觉得蛮好玩的是我跟定谦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一些可能 然后就聊到 因为我是弹吉他的 我想到说用空心的木吉他 然后就聊到段贝山 嗯哼 这种比较空灵的那种是内心的 是 然后就聊到那个作曲家 然后那作曲家叫做 Gustavo Santalara 是一个阿根廷人 然后才发现原来电影版就是这个作曲家做他的配乐 看完剧本就觉得配乐很难 我觉得配乐其实这个戏配乐很难做 因为他里头戏每个人的情感都很丰富 那你可是你又不能没有配乐 因为配乐他还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大主轴在背后蹭着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像他讲的 他说他看完那个美国制作 他发现没有配乐 我觉得那是成功的 因为好的配乐他就是能烘托整个情绪 但是他又不强调演员的戏 那所以我觉得很难做 所以找西文 西文现在是好做不好做 他都接了很多 他好几天不睡觉的 但是也还想去打篮球的人就是他 没错吧 对对对 这个新闻唱首歌吧 我唱首歌吗 主题曲 没有主题曲 没有主题曲 由于是梁振群 没有吗 不是我教你自己自弹自唱 糟糕 没有没有Q这段 连Kano 连Kano都有主题曲啊 有什么小小之歌 你没有 没有写一个 有有我有教他写啊 糟糕 没有Q这段 没有是不是 没有其实他是 都是配乐啦 但有一段演员有唱歌这样 对 真的吗 对 系中本来就有唱歌吗 系中有唱歌 就美国本来也有 因为他在敲那个郑群来自通告才可以听得到 了解 因为是郑群写的啦 他自己的角色 他自己写的 对对对 那个角色 因为他里头他自己要自弹自唱一小段 类似情歌的东西 OK 所以你们也没有用美国的那个东西就对了 没有没有 他里头 他基本上就写说他自己自唱了 那我就说你这是演员的工作你自己做 OK 对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次 8月在我家的一些演出资讯 好的 我们这次8月在我家呢 从3月28号到4月6号总共两周的时间在台北城市舞台会有12场的演出 那6月我们会到高雄 然后7月再到台中演出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都可以恰学绿光剧团或是两庭院售票系统 通常这个舞台剧结束是导演会上台吗 不会 我通常不会嘛 可是有些导演比较爱上台 那你会吗 我不上台的 问北安就知道 没有有时候就是 这么帅的导演可能不上台就对了 不是我不知道导演 其实我不知道导演 介绍给中南部的观众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绿光剧场还不错嘛 对吧 还不错 就是这好像能够自立不摇就这样 对 自给自足了 就是加油加油 对 世界剧本来赔钱的 那希望慢慢就不赔了 希望赔少一点 赔少一点 赔少一点 好 所以帅哥要上台了 好 那就靠你了 靠西文 西文的音乐 我非常喜欢他做的那个《木兰少女》 那个音乐剧 他一定觉得 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作品了 他已经有更好的作品了 是这样吗 《木兰少女》蛮有趣的 是一个 对 还是 蛮经典的 蛮经典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OK 这不是今天重点 不用讲《木兰少女》 好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下次再来 拜拜 《木兰少女》 究竟谁想逼死谁呢 3月28日到4月6日 台北城市舞台 请下两厅院售票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